我现在到这个地方了,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个河边啊,咱们一会去这个河边看看啊,这河边到底有什么,不过这一看啊,这个俄亥俄州啊,包括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这边都是老工业区铁锈带,然后特别多的这个大烟囱啊,这边环境污染感觉非常的严重啊,啊,我给大家转过摄像头,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面啊,你看那边那个,到现在为止,你看到那边那个烟囱呢,前面就是他这个啊,俄亥俄的所在地啊,我现在就要 往前面去啊,然后把车停在这边啊,这我不知道,他那个河,他能进去不能,你看那前头的围起来了 我现在我身后啊,就是这个俄亥俄河,但是我先说明啊,这个河离事发地点还有差不多二三十公里,或者是三十公里,反正你们在地图上能看到啊,就是这个东巴勒斯坦镇吧,反正就是往南一点有这个河,往东一边也有这个河啊,然后反正我在这个 且瞧这边啊,就靠近匹斯堡的一侧吧,反正是有个几十公里啊,不算是它的河心范围啊,当然了,咱们还是主要还是以在小镇里拍到的东西为主啊 我现在就下河去看看啊,因为我实在在它那边找不到太多的水源啊,因为这个地方河很少,有了也是几条小溪 这是唯一的一条最近的大河了啊,我从地图上找的啊,有可能我找的不全啊,大家可以帮我找找 直接给你们转过来,看有没有咱找找啊,生态环境 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湖水啊,是挺浑浊的啊,这湖水是确实是挺浑浊的,因为它这边 哇塞 那,这怎么还有,啊,野鸭子,那可能是离得有点远啊,这个地方,可能离得有点远啊,我再换一个地方拍啊,可能离得有点远这个地方 从佛里达来过,冻死了,诸位 你看看啊,咱这到河边了,瞅一瞅它这个水质 有诸位肯定说了,你喝一口啊,我不敢喝 我不敢喝,他就有没有毒我都不喝,我又不傻,是不是 看看啊,我瞅瞅啊,有没有呢 我实在找不到网上那段那个女的,这从哪拍的,我只能顺带找一条河,因为我猜它的水源应该都是一系的啊,这附近的水源应该都来源于这条河 但我就不知道了,有一些可能能找到资料的朋友们,你们自己去判断啊,这个我给你们扩大点啊,你们找找这里面啊,水源怎么样 这个水看着反正是挺浑的,我就站在这个河边,就在这儿,不过,讲实话啊,动物还是有一些的啊,这个野鸭子啊,水鸭子啊,还是能看到一些啊 我在这儿,我也飞一下无人机啊,瞅一下,这个岸两边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有多严重 因为它这儿是个工业区,我感觉平时可能破坏的就挺严重的,我让你们看看那边啊,就是我正前方,我给你们转过来 你们看到那边了吗,你看,一直烟虫在冒烟,这就是我刚才来的那个地方,我在干嘛 可以飞一下无人机,然后让大家看看这条俄亥俄河两岸的这种情况啊,远处的那个工业区啊,正在冒烟 但是这条河其实说实在的,也算是比较上规模的一条河了吧 我感觉整个的这个直径的话,怎么着也得有个两三百米吧 反正挺宽的,或者说两三百米还不值,可能得有个半公里 反正一公里肯定是没有啊,反正挺宽的 而且旁边的小镇现在为止看,这边的小镇啊,本身的它那个东巴勒斯坦它也没搬嘛 它只是又撤回去了,那这边呢,很可能它也就不需要撤离了 然后呢,这边还有大量的人上下班啊,什么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儿有野鸭子啊,然后这水里也有水鸭子 你看这边,这个钢铁桥,看着多有六十年代风格 这个,今天一天啊,差不多结束了啊,都给大家拍了,是吧 大家看明白了,然后我现在呢,准备去酒店了 因为它这个镇子太小,我订不到这儿的酒店 这儿我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酒店 它的酒店都在匹斯堡那边,要开二十分钟车 所以说没有办法住在当地啊 我是没有看到周围有任何的酒店 然后呢,这还有一家中餐馆,看,就在它的主干道上 就在这儿,还有一家中餐馆 叫China Cafeteria,Chinese Restaurant 在这儿呢,然后我就来这儿买点它的 Dollar General,买点它的吃的喝的 要用这个门吧 它这儿磨爪三瓶才七块钱 三瓶才七块钱,我不如拿个三瓶磨爪 还挺便宜哈,三瓶磨爪七块 都是50%,一块两块 它这一元店的东西确实便宜 不过它这一元店都被这牛奶什么的都有点空 但没有完全空啊 其他的物资什么的还算充足 宠物食品,它这一元店 它这个地方由于比较穷啊 所以说一元店比较多啊 这都是一元,这都是一元 看到没,这都是一元 它这儿有没有本地的帽子 东巴勒斯坦的 东巴勒斯坦的帽子 没有,没有东巴勒斯坦的帽子 八块钱一个杯子,好贵啊 好贵啊 感冒药 这种感冒药9块5,11块 它什么都有啊 倒是什么都有啊 这种元店 你看这种话坛的药 倒是跟药店卖的都一样 跟药店卖的都一样 它的棚化食品 这儿的这个卖片是2块2毛5 也挺贵的 这么一大 你看这种卖片5块钱 这种东西是4块 我吃啥啊 它这没有泡面吗 没有泡面的话不行 今天晚上啥也不想吃了 累了 一天一夜都没睡 你想想 难道这有一块钱的牛排吗 可能没有 4块钱的冰糕 不好意思啊 4块钱的冰糕 4块钱三个汉堡 这有 就开始了 有人在采访 很多自媒体来拍 这有个家中餐馆 我准备来这吃 哎我这买完了啊 我在后面就这家中餐馆买了 大家要是以后 啊来到这边做生意 可以多多捧场大家 这个生意啊 就是吧来这边采访 或者是怎么回事啊 但我估计后续也不会有啥人来了啊 然后我本来进去想拍嘛 跟这个老板娘聊一聊啊 跟旁边的这个人聊一聊啊 但是这边很多居民呢 有一些 啊 不太愿意接受采访 然后我跟老板娘聊一聊 也是中国人嘛 然后人家也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啊 所以说 因为我这个人没有 不会那么没有职业操守 就是人家就是 你看我为什么我很少拍人啊 我就是很不愿意 让人在人家不允许的情况下 就把他拉到我的这个视频里 然后后来人家就说 那不愿意说嘛 我说那既然不愿意说 那就不愿意上镜头 怕家人担心说是 因为就是他说这边好像 你们都觉得挺严重的哈 或者怎么样 但我这只是转述人家的说法啊 因为这边啊 就就这一家中餐馆嘛 人家是一个夫妻店啊 然后呢 当时这个老板娘就跟我讲啊 就说 但是我只是转述他的话 因为他是当地人嘛 也比较客观 他说当时刚爆炸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 他啊 我说他原话 他说的是周日下午3点45分 还是多少分 然后引爆的 引爆完以后 当时非常严重 他们这边的店都关了 然后所有人都撤离了 然后撤离完了以后 好几天说关了好几天 刚开业不久这个店啊 就是重新开嘛 刚开业不久 然后呢 现在呢说这些啊 他说这些工人啊 包括这些处理事故现场的这些人 也蛮辛苦的啊 到现在到在这儿 加班加点在这干啊 然后而且的他们 因为他们是这边的店家嘛 然后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 还要进来就是消防员啊 包括那个生化生化的那个处理员 还要进来去他们店里要水喝 本来他想给他们那个灌装水 他们这边就不要灌装水 然后就必须要用那个水杯接 接那的水 因为他们要要测 他们要测 要测 然后他们自己喝也喝那边的那个水杯接的水 但是这个是啊 这边的店家啊 人家这边的就是因为这就一家中餐 人家老板娘啊 原话附属给我的啊 但是呢由于人家不愿意出镜 我就不拍人家了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还算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 一个说法啊 而且人家跟我讲了 人家说这几年记者都快把门踏破了 所以说他们也不想接受任何的采访 因为这就一家中餐嘛 而且各种的老外记者啊 什么都往这边跑 然后很多人买盒饭啊 包括那些消防员啊 来订盒饭啊 都是在他们这订的啊 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盒饭文化还是比较好的啊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话的可能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那毕竟是老板娘只是以一个居住者的眼光来看嘛 对吧 我只是给大家提供多提供一个思路啊 毕竟是没拍到人家真人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我编的啊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我胡扯 这都无所谓了啊 但是我也能理解 这就是人家现做的饭啊 现在这做的饭啊 但你也可以认为这是道具啊 这是道具 但你看还冒着烟看到没 冒着烟呢 刚做好的就是人家这边中餐馆做的 个人感觉就这个就这个小镇里的东妈小镇里的 还是不错 饿坏了一天一夜没睡觉 这个正事说完了啊 聊聊私事啊 之前呢我不是挺想来这儿吗 对吧 然后有几个朋友啊就在网上窜到我 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破绽那个视频下面留言 就看啊 嗯 很多人都说 我说啊 就都窜到我来 我说那你给钱吗 你给钱我就去 毕竟一千六百公里呢 对吧 你说这帮人连省都没出过 但是他就跟你说你不行 你得去是吧 我们给你掏钱 一个个诅咒发誓 利铁为证 诅咒发誓 嗯 我一看那不错啊 诸位老板既然这么有诚心啊 那我就满足你们一下 其实各位老板不说这个话呢 我也会来 但是吧 我看你们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不如跟你们多怼一会儿 让你们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然后呢 我都 我也不能全解啊 解了一部分啊 解了一部分 然后这些老板呢 都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觉得这些老板呢 一个个都是长胡子的 是吧 你不可能没胡子 所以说呢 你保证的事你应该见效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在啊 网上刷 你看吧 他就来不了 哎对对对 这些人都是我找的演员 这个地方都是我临时搭建的摄影棚 对吧 哎 那朋友说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播 嗯 开播这个东西嘛 可以等到明天嘛 是吧 但我其实明天要走啊 明天要走 临走日前看能不能开播一起吧 啊 平台不行 我就在这个 啊 管上播呗 是吧 到时候看看再说吧 嗯 然后呢 哎如果要是说这些朋友愿赌服输 那欢迎你来找我啊 当然我虽然说我本来没打算你们会真给啊 因为你们就是嘴嗨嘛 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每次到硬碰硬的时候你就软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些人呢 我觉得啊 咱们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 是讲诚信啊 啊 我觉得一个不遵守中华文明传统美德的人 是一个态典啊 我只能把它称之为一个态典啊 但是呢 我觉得呢 你们都是一个个遵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人 对不对 哎 所以说我希望这几个朋友啊 包括之前自己到我下面留言的让我来的朋友啊 说带头给我刷的朋友啊 你们都加点劲啊 之前为什么嗯 把你们都拉黑了吗 我这不是想 暂时让你们别看到我的状态了 是吧 哎 半猪吃虎 不好意思啊 你们看看能不能就是给报销一下 我都帮你们算过账了 对不对 哎 一共1200美元 来回3200公里 我一天就开了1600公里 来回光油就8箱 一箱油就40刀 对吧 哎 这320吧 我吃饭 一天50刀 这都少说的 我还得能量饮料什么 我得补着吧 我这出公差啊 对不对 哎 我还有别的呢 还有旅店呢 对吧 旅店这好几碗呢 一回去四五碗呢 每碗还得100刀呢 所以说怎么给你算 再加上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花销啊 我这还没给你算人工呢 对吧 我还没给你算别的呢 很多人说那你自己拍视频 你还让我们掏钱 不是我让你们不说我也会来啊 问题是他们在下面赌咒发誓 这不怪我呀 对吧 大家看看这些赌咒发誓是怎么说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各位老板既然说了 那我就 那我就 我也没办法 我被迫的 你知道吗 我再说我确实很穷啊 我需要这个钱 你知道吧 没有你们有钱 你们都是有钱人 对吧 你看这IP有荷兰的 有澳大利亚的 有这儿的有那儿的 挺好挺好 嗯 不错 不错不错 嗯 那这区又做到这儿啊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视频 再给大家拍 嗯 这区做到这儿 大家拜拜